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经文 是在《尼西米记》第六章十节到十四节 今天我们又遇见一个特别的人物 他的名字叫做士玛雅 我们不太确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像我们之前一样 我们也总是只能够知道尼西米 从尼西米的角度对他的一个回应 这个士玛雅他来找尼西米 希望把他骗进上帝的圣殿当中 然而尼西米他却坚定的回答 说像我这样的人 岂能进入圣殿里保全生命呢 我绝对不会进去 十二节甚至于说 我看清楚了 看啊上帝并没有派他 是他自己说欲言攻击我 是多布伊亚和参巴拉收买了他 尼西米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典范 他辨别先知所说的话 这个士玛雅来到他的旁边 对他说一些话 也就好像我们今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也总是会收到各种不同的讯息 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资讯爆炸的时代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所接触各种的讯息 都需要我们圣思明辨 圣经里头充满着圣思明辨很好的榜样 这里尼西米说 上帝并没有派他 是他自己说欲言攻击我 这显示出 我们就连我们对圣经的解释 就连我们在述说上帝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也不直接代表上帝 这一位先知他说欲言单纯是因为尼西米的仇敌 多比亚和参巴拉收买了他 利益是否影响我们对上帝的话语的忠实 还有忠心 同样因为尼西米给我们一个 这样子一个好的榜样 提醒我们在看待圣经上帝的话的时候 仍然要小心我们如何诠释 同样的我们对于尼西米这个人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 也是我们必须要小心的一件事 在第一集里头 我有提到川普 川普的牧师在川普当选前的那一个礼拜 他的讲道内容就是来自尼西米 新闻报导最后也说 川普听完了那个讲道 龙心大悦 他甚至于说了一句话说 你看吧 上帝也支持我 新建这些城墙呢 原来川普他在美国 现在要紧缩要做美国的国主主义 要来限制这些墨西哥人等等的这些外国人进入到美国的国境里头 川普他也想要重新建造城墙 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头 我们也可能 我们也可能 我们也可能只有看到他那一个英雄的面貌 却忘记了 耶稣基督的样式 耶稣基督曾经把圣殿拆毁 拆毁到连一砖一瓦都不跌到另外一砖一瓦的上面 因为耶稣他要用他自己的身体来阻隔我们人与人当中一切隔绝的墙 今天我们基督徒在看尼西米的圣经的时候 我们也要小心谨慎我们是否只看尼西米成功的部分 而却忘却了他仍然不是在抱扬一个传扬一个天国的国度 他仍然不等同耶稣基督 他所做的一切事工到最后也以失败来收尾 先知们继续发出预言继续盼望着弥赛亚的到来 只等到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样式 我们基督徒当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和角度 来圣思明辨上帝的话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你在历世历代当中兴起许许多多对你忠心的人物 像是我们正在读的尼西米 然而我们也在这些故事当中意识到 没有人是完全 没有人能够完全的代表上帝你来做事 来行动 来说话 因此我们必须要圣思明辨 我们必须要实时透过圣经的提醒 回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 主愿你透过耶稣基督所行的一切事 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榜样 也成为我们基督徒 诠释圣经唯一正确重要的一个角度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